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专栏播出 汕头增绿造林 为绿美广东建设贡献汕头绿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抓好自然资源资产保护 潮南区红厂镇红厂公园 举行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 沾泥土接地气的宣讲 走进革命老区村 市中医医院形成具有汕头特色的 中医诊疗方案 发布防疫协定处方 助力疫情防控 旅游航空市场逐步恢复 潮汕机场增开新航线 计划增加航班航点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10号星期六 农历11月17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以下是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2月8号 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提出要突出绿美广东引领 高水平谋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让广东大地天更蓝 山更绿 水更清 生态更优美 汕头是国家森林城市 我是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贯彻落实省委全会部署 持续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为绿美广东增添浓厚的汕头绿 初冬的傍晚 城海区一封吸口 连片红树林湿地 迎来成群归巢的白鹿和越冬的候鸟 十分壮观 多年前 这片湿地引进海桑 秋茄等红树林品种进行种植 在海滩处形成一道延绵的防护林带 在进化空气 防风减灾 保护低暗中发挥重要作用 也为野生生物及鸟类 提供良好的栖息繁殖和密石地 湿地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 汕头地处越冬寒江 荣江 炼江 三江出海口 海岸湿地资源十分丰富 湿地类型多样 有浸岸及海岸湿地 河流湿地和湖泊湿地等十多种 湿地面积超过75万亩 占汕头陆地总面积的近四分之一 湿地面积位列全省前列 我是铸就以红树林为主体的滨海湿地绿色屏障 形成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 成为候鸟栖息巡食 生息繁衍的乐园 汕头海岸湿地已成为我国三大候鸟迁徙路线之一的重要停留点 仅每年在汕头湿地自然保护区往来的候鸟量就达数十万只以上 种类达125种 那么汕头总的来说生态系统 生态环境的建设还是取得了强度的成效 湿地应该说是汕头的一个国际名片 有几次国际的湿地会议在汕头召开 第二个就是森林勘养 这个方面是有一定的成效 高质量的水岩海岩林的建设 绿色层道的建设 还有沿岸黄沪林建设 这几个方面成效还是比较强度的 近十年来汕头造林面积超12万亩 森林浮域超40万亩 新增绿地面积超30万平方米 森林探储备功能 生态功能明显提升 2019年汕头被评为全国森林城市 2020年汕头南澳县入选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县 两张国字号绿色生态名片 让汕头绿更加丰富生动 去年以来 我是深入推进林长制 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 广泛种植樟树 秋风 山渡英 中华南等乡土树种 为工业力士产业强势 打下坚实的绿色基础 目前全市森林面积83万多亩 森林覆盖率25.4% 森林蓄积量超过200万立方米 这几年角色是有提升的 绿色植被的地方可能会给人家心情 它都带来很多的舒适感 高厨都通过了力气 所以山头的空气 如来如来 石刻 能隔组 理由 生体 绿色是发展的底色 生态环境关乎民族未来 百姓福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我是制定了绿美汕头大行动实施方案 接下来将继续推身坐实领长制 建立四级领长责任体系 全面实施六项行动计划 建设越东秀美山川 助力绿美广东大行动 为实现探达峰探中和目标 贡献力量 为汕头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走在全省前列 提供强有力的生态支撑 下来这个绿美汕头的行动当中 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僵持山水林田五桃沙 中国治理 实施重点 生态区域建设 生理自然保护 高品质生态产品提供 高品质生态城市提升 和看中和领域行动 助力相争振兴 如今 汕头市民朋友 享有越来越多的绿色自由和绿色福利 什么是汕头绿 在我看来 汕头绿就是出门就看得到的公园 是四季有花的道路 是内阵沁人心脾的风 是沉浸明亮的青山绿水 是这座海滨城市 扬眼的城市主色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色也是生态的品质 更是发展的底色 新时代新增城上 汕头更需要用一份绿色 换一份发展 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 扩滤 增长 统筹抓好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昨天下午 市长曾风宝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研究部署落实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做好行政复议和应诉 推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 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培训等有关工作 会议强调 会议强调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党中央领导下实施的一项重要改革 也是对促进自然资源资产节约集约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抓手 要认真学习关于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意见精神 自觉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责任 自觉接受自然资源离任审计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好自然资源资产保护 要以更强的工作举措落实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有关要求 推动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健全评价指标体系 要以更有效的方式用好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成果 将其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作为考核任免讲成领导干部的重要参考 会议听取《2022年度我是行政复议和应速工作情况汇报》 强调要践行复议为民宗旨 加强调解和解工作 积极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要加大复议监督力度 推进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情况 监督常态化 常效化 要提升复议办案水平 加强业务能力建设 努力打造过硬行政复议工作队伍 要推动行政应速双报告制度落地落实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的 汕头经济特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规定 对参保范围和管理体制 保险费征缴 保险基金管理和保险服务管理 保险待遇等方面做出规范 从制度上进一步保障我市职工基本医疗 以及职工生育和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期间的 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和谐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汕头市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工作若干意见 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发展理念 强化履行消防宣传工作职责 助劳消防安全防线 为社会大局平安稳定提供安全保障 要创新消防宣传教育 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培训活动 推动全市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提制增效 会议还研究决定了其他事项 为弘扬尊师重道优良传统 搭建幼教业界沟通交流平台 近日 香港幼稚园教育专业交流协会 在港举办2022静幼诗日嘉宾盆彩宴活动 应主办方邀请 汕头市委常委 汕头海外联谊会会长蔡永明 做视频贺词 汕头经济特区中心幼儿园 幼教集团的老师们 以云连线的方式 共同参与了此次活动 据了解 2018年 香港幼稚园教育专业交流协会 向全港幼儿教育界倡议 将每年12月首个周五定为禁幼诗日 以盆彩这种源于南宋的悠久庆祝方式 邀请幼师共庆节日 如今禁幼诗日已成为香港幼教业界的重要系列活动 近年来汕头经济特区中心幼儿园幼教集团 与香港幼教交流协会 联合开展同心同梦 善港幼教交流合作项目 搭建了幼儿教育理论与实践沟通平台 从结队共建 文化交流 教学创新 教材研发等方面 深入展开交流合作 推动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火相传 探索了善港广大幼师和少年儿童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路径 今年的活动吸引约160所香港幼稚园现场参与 并向全港超过350间幼儿园送上爱心盆菜宿地 为500多间幼儿园赠送新艺术新艺卡 还有我们和汕头市政府合作的同心同梦这个项目 令到我们的香港的老师 和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承传到我们这么传统的中华文化 有剪纸、茶艺、还有英国母 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更加发扬光大 更期望在疫情过后可以免检疫的时候 我们能够面对面的去回到我们的汕头来做交流 我可以和汕头的老师一起交流一些教学的技巧 最令我很深刻就是我们美食嘉莲华 里面的回本内容 当我回去和小朋友分享的时候 他们都很有兴趣 蔡永明代表汕头市委市政府和汕头海外联谊会 发表视频致辞 充分肯定汕港幼教交流成果 希望香港幼教界青年教师继续携手幼教交流实践 推动汕港幼教交流体制扩面 初心初彩 为汕港广大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贡献力量 活动还展演了汕头经济特区中心幼儿园 幼教集团老师表演的舞蹈 秀水衣人秀娘等节目 这大盆菜寓意着团圆和融合 两地的家庭也感受着彼此的真诚 情谊也变得越来越深厚 十多年的交流和探索 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和瞬间 我们也将继续推动上港两地 学前教育教学的交流互动 把优秀的文化教育经验向外传播 疫情给上港两地开展常态化面对面交流活动 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2020年我们推出了雅园直播课堂 2021年我们搭建了同心同梦 上港幼教交流云平台 从课程与教材研发 保教实践教研等方面 为两地幼教搭建文化和教育的沟通桥梁 将上港幼教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确保两地交流不掉线不断线 昨天一场特别的宣教活动 在朝南区红场镇红场公园举行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带到基层 沾泥土接地气的宣讲 让大西坝村这片红色热土上的红色血脉 红色基因与二十大精神相结合 得以更好的更续与传承 在红场公园 党员干部和当地村民围坐在大树下 聆听百姓宣讲团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宣讲团成员还对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红色故事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内容展开生动阐述 与大家交流互动 活动中大家还参观当地红色遗迹 并上门为老党员送上党的二十大学习辅导读物 这是距离革命英雄最近的地方 在这里进行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不仅可以触摸到革命先烈们的思想灵魂与轨迹 更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汲取支持我们 在新时代奋勇前进的力量 听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我觉得振奋人心 杠劲十足 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精强领导下 我们种好茶 治好茶 让更多的人喝到红场吐伤茶 我们的钱袋只会越来越古 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红场镇大西坝村 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 至今保存着敏越干三省边区 第一次党代会就职 红场广场 红军医院等宝贵的红色遗迹 作为革命老区村 大西坝村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持续实施红色村党建示范工程 发展红色文旅产业 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我们更加有信心 有干净发展好红色文化旅游产业 讲好红色故事 我们将充分发挥红色村示范引领作用 带动农村基层党建整体提升 为实现乡村振兴之路强大动力 近日市清联举行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训班 团市委市清联团体代表近200人 通过线上线下参加学习 党的二十大代表 省清联委员市清联常委 华能汕头海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检修部主任助理季杰宏 分享参加党的二十大的感受体会和学习心得 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室主任张伟 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纲领 做专题授课 会议强调市清联要紧密的把广大青少年 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 组织动员广大青少年坚定跟党走奋进新时代 我将发挥表率作用 引领企业员工学师建物胆的二十大精神 加快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为汕头的高质量发展奉献青春力量 做好利得树人和传道授业 做大学生的知心朋友和领路人 使他们快速成长为国家建设的接班人 为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疫的独特优势与显著作用 在国家第九版诊疗方案的基础上 市中医医院根据汕头地区气候季节特点 和人群体质饮食习惯 形成具有汕头特色的中医诊疗方案 制定防疫协定处方并于今天发布 市中医医院认为 从中医角度来看 潮汕地处东南气候湿热交争 多适食海鲜等发物 日久易酿湿生痰化热困阻脱脾胃 一旦感染邪毒易多夹湿易于化热 因此可选择疏风清热解表化湿的药物 如金银花 莲桥 葛根 金戒 仓竹 年老体弱患者不仅得去除邪气 还需顾护正气 一般选择防风 黄旗 白竹 货香 陈皮等药物 此次的防疫协定处方也都从这些方面进行考虑 希望是对我们整个汕头潮汕地区 是对这些普通人民疫情的预防能够达到一个效果 潮汕地区的先民在预防这个疫障的时候 瘟疫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经验 所以我们参考省的方案又根据我们地区的特点 是一个湿热交针的特点 我们就会去选用在省的一个方案方面 加了一些轻湿热的一个用药 或者说我们这种湿热的体质久了会伤到我们的脾胃 那我们就会在里面加了一些贱脾胃去湿的用药 其中 预防处方主要针对普通人群 制法为书封解表解毒去湿 方药 桑叶 卢根 易蚁仁 结梗 布扎叶 薄荷 金银花 鱼心草 茯苓 佛苓 佩兰 一个是一个普通的预防的药方 我们是根据温病学里面的一个 类似上三菊磷荷草 再加上省的方案里面总结出来的 这个方案相对来说我们用药比较轻 比较轻 用的药呢对普通人来说呢 就不会说吃了之后呢会明显伤到我们的正气啊 会是损伤我们的肛肾啊 所以这个病情啊有一个预防的作用 但是呢就减少这个对身体的损伤 而防疫协定处方主要针对无症状感染者 与居家轻型患者制法为疏风轻热 方药 金银花 莲桥 蛋竹叶 杏仁 牛棒子 蛋豆豉 结梗 干草 葛根 桑叶 陈皮 金戒 防风 仓竹 既然是无症状感染者那说明他已经感染了嘛 有一个潜在的这个病毒在体内 这个在体内他随时他有可能发病啊 他有一些症状啊有可能就会有一些 我们这次统计的这个低烧啊 乏力啊一点轻微的烟痛啊 这种都会有或者说大便会有一点拉肚子啊 我们就参照了这个情况 加一加重了在我们的预防方面加重了一点药量 同时呢用了一些芳香化湿的 比如霍香啊 仓竹啊这一类 我们建议我们的脾胃把这个湿气啊去掉 做到这个正本清源 同时对抵御外敌啊啊抵御这个病毒啊 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 第三个预防处方则针对老年的无症状感染者 与居家轻型患者制法为疏风益气去湿 方药 防风 黄芪 白竹 紫苏叶 霍香 陈皮 我们第三个药方则针对老年人这个体质可能会偏虚弱 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浴瓶风散可以顾费啊护表 让这个邪气让这个病毒不能进入我们体内 然后呢又加了这个霍香 昌竹这一类 建议脾胃的啊我们中医认为是 建议脾胃之后呢补土身经让整个体体质啊 就会更加好消化更加好 这个更不容易得病 医生建议市民除了加强自我健康监测 还可通过穴位按摩目足香囊等外治方法 改善睡眠调畅情质调理气血 目前市中医医院以备足药材增加中药房人员做好诊疗服务 同时建议市民到医院直接购买防疫协定处方用药 也可经医生辩证失质 或者通过市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线上问诊后 开具个体化用药处方或防疫协定处方购买处方用药 随着疫情反控措施持续优化 旅游航空市场逐步恢复 近期潮汕机场逐步增开航线 增加航班航点满足多元出行需求 今天中午11点35分 随着首都航空JD5387航班在潮汕机场缓缓落地 每天往返各一班的立江至南宁至潮汕航线首航成功 云南立江是潮汕旅客喜爱的国内热点旅游城市 新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丰富潮汕机场航点 为旅游出行提供更多目的地选择 接下来 潮汕机场还将与各大航司紧密沟通 增加航班航点 逐步恢复和开通一系列航班 我们出港的话人数是比较多的 那么有近百位旅客 那么说明大家对于整个潮汕航空市场的恢复是比较期待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整个潮汕的航班的近期的一个上升 那么未来有可能恢复的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 那么下一步呢 将优先加密及恢复我们的上海北京重庆成都长沙等重要省会城市 那么也要争取全面的来提升我们的主要干线 以及航空快线的航班执行率 更好的来满足我们旅客的一个个性化需求 机场方提醒旅客 12月8号起潮汕国际机场不再查验进出港旅客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 不再开展落地检 广大旅客进入航站楼要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做好个人防护 共同营造文明健康的出行环境 今天上午 京平区光华街道举行乌侨情慈善发展促进会荣誉会长聘任 即爱心善款捐赠仪式 活动聘任了长期关心支持乌侨慈善事业的中国好人陈振勇 以及多位热心企业负责人为汕头市金平区乌侨情慈善发展促进会荣誉会长 多位荣誉会长再次慷慨解囊捐献爱心善款36万元 其中陈振勇先生捐赠10万元 汕头市金平区乌侨情慈善发展促进会2012年成立 致力于安老 福孤 助学 助残 继困 救灾等慈善救助工作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您关注汕头新闻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感谢收看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